大家好 我的这一棵文心兰花已经开败了 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是 文心兰花后我们需要做什么 那当初呢这棵文心兰开了三只花 这个球径和这个球径 还有后面这个球径 每个球径上都有一个花枝 那文心兰的花期大概就是两三个月左右 那花期到了以后呢花就枯萎了 枯萎以后呢就可以直接把花杆 从这个底部给它剪掉 文心兰的花杆是没有蓄花性的 所以你留着没有用 它不会长出新的花来 所以一看到花有枯萎的现象 大部分的花开始落的时候 就可以把花杆剪掉了 那在文心兰开花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长新芽了 像这一棵 这就是它的一个新芽 能看到每个开花的球径上 都会长一个新芽 这个是在这儿 这也有个新芽长出来了 这是另外一个开花的球径 它在这里面 还有个新芽 你们可能看不太到 在这里 就是在它开花的时候 一边开一边长个新芽 花后呢 这个新芽就会长得更快一些了 那么花后需要做什么事呢 其实只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要及时的浇水 施肥 那浇水呢 就是见干见湿 那见干见湿 指的是表面上 你看到它的盆土已经干了 那就需要给它浇水了 那文心兰和蝴蝶兰 浇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蝴蝶兰呢 是干透焦透 就是所有的质料 都干透以后再浇水 那文心兰呢 是见干见湿 就是表面上看到干了 就要浇水 它有可能底下还是湿的 但是呢 文心兰对水分的需求 是非常大的 你要等到它全部干掉以后 再浇水 有可能就太晚了 那就是看到它盆土表面干了 就要给文心兰浇水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施肥 那因为这时候呢 已经开始长新的囚径了 这时候就是它的积极的生长期了 长根长叶的积极的生长期 这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施生长肥了 那生长肥呢 就是蛋磷甲的比例 蛋含量比较高的生长肥 那或者是均红肥也可以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那么在它开花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拿到了室内 光线不太好的地方来欣赏它花 花后以后呢 我们再拿到窗边 能够得到阳光照射的地方 那文心兰是比较洗光的 但是呢不能曝晒 就是在夏天或者是西晒比较严重的地方 你要给它遮阳 那其他时间呢 晒的是越多越好 文心兰缺光的话 它是不会开花的 所以呢朝阳的阳台 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在夏天或者是秋天 比较炎热的时候呢 要适当给它遮阳 那在夏天或者是比较炎热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东向或者是西向的窗户 那么在花后 有的花友还问 能不能给文心兰换盆 那这时候我是不建议给文心兰换盆 因为文心兰的新芽还在生长 新芽的根还没有长出来 那在新芽在马上要长根的时候 那时候给的换盆是最合适的换盆的时机 那花后给的换盆呢 有可能会破坏老的根系 那老根系破坏一掉 以后呢新芽的根系还没有跟上 这时候文心兰有可能就不如以前长得好了 所以呢 我是不建议大家在花后给文心兰换盆的 一定要等到新芽开始长根的时候再换盆 其实我觉得文心兰是非常好养的一个品种 只要水分跟上 阳光跟上 肥料跟上 就会长得很壮 然后定时开花给你看 好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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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